Hello 你好 我是Robin 欢迎你来到Mixodas Music Production 今天来看看怎样可以用键盘按钮键 弹出一首好听的木吉他声音 以下来会有三个小小的提示 以及介绍一个免费的虚拟木吉他 plugin 给大家 现在弄音乐很多人都会用到虚拟乐器 无论是琴声或者Strings 或者是其他Simsighter的声音 而木吉他也是现在我们听音乐 都很常听到的一个乐器声音 究竟怎样可以用琴键弹出一首好的吉他呢? 今天来看看 在讲我们怎样弹出一首好木吉他之前 我首先要事先声明一下 我自己的立场就是 如果你的乐器真的可以录真人来弹出的乐器 无论是Strings、小提琴、中提琴、大提琴 或者是现在讲的木吉他 如果真的可以自己弹出 或者找别人的女朋友来弹出真实的乐器 我觉得会比较好一点 但如果无无可奈何底下 你真的要用到虚拟乐器 你是需要花点心思和时间来弄一弹声音 而且我自己本来觉得 怎样弹都不会完全可以代替到真人弹的声音 我始终觉得你弹出虚拟乐器的时候 是可以弹得非常非常似 但完全不是真实一个人弹的 所以总是会有少少东西 不是太似的 懂听的人是会听到的 但如果你真的花时间的时候 是可以骗到别人的 希望以下下来的三个小小的提示 可以帮助大家 当你用琴键来弹出你的木吉他声音 可以弹得比较似一点、真一点 今天所介绍的免费虚拟乐器的声音 就是Ample Guitar M2 Lite Ample 这间厂出不少弹线的虚拟乐器 例如面前的木吉他、电吉他、Bass 或者比较烂满一点的 Sitta、Banjo、甚至琵琶 你可以去到他们的网站 可以看到不同的虚拟乐器 都需要购买 但这个木吉他声音是免费的 我觉得这个免费的木吉他声音 也是一个非常有诚意的虚拟乐器 它的声音都挺好听的 可以听一下 这个声音也是挺真实的 有些手指声、咳咳声 除了捉捉捉捉捉捉弹之外 也有些传统模式给你们玩一下 我这里不多说了 也有不同的东西来调校 你可以自己来下载 下面我连连连连连 去哪里下载 Ample Guitar M2 Lite 虚拟乐器 事先声明一下 就是Ample Sound 这间公司 是一个中国大陆公司 虽然他们的产品 我觉得挺好听的 但是不是真的要你去光顺呢 你自己去决定 但这个免费的虚拟乐器 我觉得是值得一试的 我想我记得 除了email address 之外 也没有什么可以拿你的资料 如果大家不介意的时候 也可以来试试 Ample Guitar M2 Lite 虚拟乐器 如果你虽然有一个键盘 按键来按一个虚拟乐器 无论是面前的木吉他 或者是弦乐 或是弦乐 或是打鼓 或是什么乐器 虽然你是不会玩那个乐器 但你也必须清楚明白 那个乐器是怎样的原理来发声 以木吉他为例 大家都知道 木吉他或是吉他 通常都有六条线 而每一条线只有一粒音 所以你弹一个chord 或是玩木吉他虚拟乐器的时候 千万不要按七粒音 而且如果你按六粒音 六粒音的时候 你要知道 可能有一条线 只能发到一个声音 例如C Major为例 C Major有C E G 上面再来到C E G 你可以看到上面 E 音和G 音 基本上是同一条线 所以你就不可以 E 音和G 一起来到去按 是的 我现在E 音和G 一起来按 你都听到 那个声音 要是有 E 音 要是有 G 音 不会有两个声音 除非你按上面的E 是按 B 那条线 即是B E 那条线 但是如果 从这个乐器来说 它就不可以让你这样做 所以如果你要弹一个C Chord 那时候你就要弹C E G C G 这个chord 或者是C E G C E 这个就是普通人 一开始学木他的时候 C Chord 就是这样按的 所以就不可以 一条线 你要记住 不可以发两个音 所以你弹一个chord 你要看一下这个图表 来表示 看看它是否真的可以按到 这个chord 是的 就不可以有E和G 是的 那就不会相似的 另外 譬如 G Major G B D G B D G B D 你可以看到 这个B和D 基本上也是同一条线 所以你弹的时候 就不可以 同时按B和D 所以就要skip 这个就是G Chord 或者是这样 不弹B 就弹D 所以你弹6的时候 你需要逐个B 如果你不太熟 逐个B 6的时候 看看究竟你弹的东西 是否真的可以 用木结他这六条线来出声 这个就是第一个提示 第二个提示 第二个提示就是 弹琴和木结他 其中一个最大的分别 就是当你弹琴的时候 弹一个琴键 放的时候 如果你开过银琴来看 放的时候 后面会有一块 来按停了 那条线 声音就会没有 当你放的时候 但是 当你木结他弹了下去 一下子的时候 除非你转弹 按那条线 即是转弹 或者自己按停 或者Strumming 那条线 按停之外 如果你是弹了下去 不搞任何事情 基本上 那个声音 是会持续的 所以当你用琴键 来弹木结他的时候 就要记住 这么特别的 即是 即是结他的原理 所以 如果你用这个 虚弦乐器的时候 你可以 踩个Pedal 你看到 Hole Pedal 这盏灯亮了 就是我现在 直脚踩这个Pedal 当你弹木结他的时候 尽量也是 踩着Pedal 来弹 或者你用其他的 虚弦乐器的时候 虚弦木结他乐器的时候 尽量弹的时候 尽量弹的时候 即是 手锁黏住 那个Keyboard 按下去 就不要放 当你想要去弹第二粒音的时候 才去放 尽量黏住那个Keyboard 来弹 会比较似一点 但是 如果你真的可以 用Pedal 来弹 就最好 还有 当你转弹的时候 才放了Pedal 再踩 或者如果你一个Keyboard 是按两个Bar的时候 我建议 在转Bar的时候 都不要去放Pedal 即不要放了声音 因为 当你弹木结他的时候 很少 真的说 你去按停它的 除了转Keyboard 或者特意来去拍停 那些线之外 基本上 你都是 不会来到去停 这些线的声音 所以第一 第二个提示 就是当你弹的时候 尽量 按住Pedal去弹 按住这些线 这样会比较迟一点 好 来到第三个提示 第三个提示 就是当你弹一个木结他的时候 很大多数的情况下 这六条线发声 都不会同一时间发声 出声 弹琴 你可以一个Keyboard 一起按 但是 你弹一个结他 你弹下去的时候 都会是低音的线 会比后面的线 或者你弹上来的时候 都会是高音的线 来出声 在上面掃下来 或者是高音掃上来 如果是掃下去 就算很快 都不会在一起的 除非如果弹木结他的时候 勾线 一起勾两个手指 三个手指一起勾 会是一起出声之外 基本上 在绝大多数的情况下 这六条线的声音 都不会一起出声的 就算你多快弹下去 都会有少少时间的分别 所以当你用Keyboard 来弹木结他的时候 你都需要尽量去低音的线 或者高音的线 尽量不要一起按 如果是一起按 如果是一起按 不会太似的 所以最后的提示 就是当你弹木结他的声音 尽量不要一起按 就算你按下去 都要回去你的MIDI editor 自己收拾好音 尽量不要一起来发声 有少少时间差别 都会加强 你木结他的声音的真实度 最后可以给大家一个 bonus 提示大家 如果你手上有枝真的木结他 也可以弹到少少木结他的声音 如果你都可以这样做的时候 都可以加进去 你那个假的虚言结他声音 一起来录音 就好像面前这个project 后面这个project 都可以看到 其实这里有一条 虚言乐器的木结他声音 另外我自己录了两条真实的结他 我自己弹结他不是太好 但也可以按一下小小的chord 在每一个bar的第一个chord 都可以弹一下结他声 或者中间都可以弹多一点点 混在一起的时候 都可以加强虚言结他声音的感觉 令到人听起的时候 都可以真实一点点 特别如果你真的弹真实的结他的时候 有点点瑕疵 或者是换chord 有些手指指指声 这些都可以加弹了结他的真实度 可以听一下 这个就是真的结他声 你听到这些手指指指指声 这个就是本来虚言乐器的木结他声 加弹多一点点 就是这样的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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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彈到真实的木吉他 来混合虚言吉他的声音 那个声音会特别骗得下人 骗到别人听到出来 以为整个木吉他是真实的木吉他声音 也是加强木吉他的真实度 希望以上内容帮助到你 就算制作假的木吉他声音 可以做得比较真实 骗得下人 如果你对音乐制作有更多的兴趣 我也有一个免费的音乐制作超新手线上课程送给你 希望可以在这个课程中 给你更多知道音乐制作的入门器材 以及一些入门的知识 在下面有连结 可以免费登记 就可以报读这个线上课程 希望帮助大家 如果你对以上内容有什么意见或问题很欢迎 在下面的留言板告诉我 希望解答问题或听到你的意见 今天的时间差不多 多谢大家收看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